團體常常被人家傳不合 那怎麼解決 你看 你講 你講啦 你講啦 你先講啊 我都讓你先講 我就講說我們都沒有在吵架 我也要講 沒有啊 那你講 對不對 沒有啦 其實 沒有啦 我要講啦 好 你講 你講啦 沒有啦 其實我們吵架的話是沒用 但是意見不合一定會有 就是剛剛表演講的 我想要演這種東西 他想要演那個 可是我一定會提出我的意見 我說我覺得我們這樣演 我們這樣改 他就不要 不要 不要 這樣不好 他決定用那一個方式 另外一個方式 我說好 那就聽你的 舉個例 我聽來的啦 我覺得很好笑 我就硬要把它塞在本子裡面 他就硬不要 他說有一個喝醉酒的人 然後酒醉開車 然後開一開 然後自己撞上安全島 然後撞上去之後 沒事啦 是沒事 然後警察就來了 警察就碰... 先生 你現在已經撞上安全島囉 撞上安全島 那我不就安全了 很好笑啊 我當時都覺得很好笑啊 拍點表情到那裡 你再來一個... 沒有啦 摸摸後面的嘛 摸摸後面的 OK 好 所以說 那他不採納 那你不採納的情況下 那你是不是要去想 你要弄著... 對 要... 就趕快擠破頭這樣 那你這樣不會很累嗎 可是這樣有時候競爭之下 才會比較好喔 對 就是這個 只要一表演 我們兩個一表演這個段子 觀眾就是開心死最喜歡的 有喔 我曾經主持過一場活動 我一個人而已 然後主要的那個咖 是那個水蜜桃姐姐 所以下面都是小朋友 然後爸爸媽媽帶小朋友來看 那水蜜桃姐姐唱完歌 下去的時候要換裝嘛 就所有的小朋友通通跟進去 然後我就上面就乾掉了 我不知道怎麼辦 只剩下幾個爸爸 或者幾個媽媽這樣剩下 那我也不曉得怎麼辦 後來我就... 就覺得自己很可憐 然後想到很可憐 就很悲哀就想說 我是出外的人 所以我想起我的家鄉 那想起家鄉 我就想到每年坐火車 過年要坐火車回台南 然後呢 又沒有錢 所以坐最便宜的普通 那個一坐要坐好久 又要從這個 台南 好了 到的都很難 好 OK 但是 過那麼一大段 然後大位 就在組長 但是後來 因為這一段有用太多次了 我會想說到張話 然後到張話 我就會想起我故鄉的阿嬤 是一點那一種 比較溫馨的 對 我講的是 我回家很辛苦 對 然後他講的是 然後我就想要... 他是台南 我就想要我故鄉的阿嬤這樣 每次都會從他那一台 老舊的垃圾友 傳來這樣子的聲音 變幣 如果在那邊 在那邊都會從來 都在那裡 都在那裡 在那裡 一大條的一種 我十三米六花家頭 百兵一百五唱 天壯一四 掃... 掃... 你如果是掃的不可看 不管你在早上 他還會不會水到 出頭放出沒有 你不得了 這次是到頭 不能照顧 這便是在那邊 他已經在那邊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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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這罐 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 好好笑...